剛開始學的時候 我覺得說 他會跟以前的幼稚園 會做一個比較 會覺得說 以前很快樂 幼稚園很快樂 每天在遊戲啊 幹嘛 來到這裡 為什麼 跟以前在幼稚園的時候 落差這麼大 多多少少 會有一點排斥的情形 後來 經過老師跟他溝通之後 發現他學得越來越有成就 因為最早期 他們就從一些字群啊 然後音標慢慢帶入嘛 然後發現說 他越來越有興趣了 又加上老師一直 讚許說 他的口語能力很不錯 然後建立他的自信心 自然而來就覺得 他比較大方 也比較敢說 對 剛開始進來的時候 就是遊戲文明了 所以 比較開心 可是後來就是有 開始單字文法 還有課文要背的時候 就是 開始會慢慢吃不消吧 然後 就會開始抱怨 會說 為什麼要背 然後很累 怎樣怎樣 然後結果 媽媽就會說 你現在累以後 你就輕鬆了 可是還是不懂 就會開始說 我不要上課了 然後 然後 到後面大概 P4P5的時候 看是 文法越來越多吧 然後就會覺得 好累喔 不要補了 然後就是 會不想背 然後 老師他說 就是 會把我留下來加強文法 然後 然後或者是 當次考不過的時候 也會留下來補考 這樣子 所以說 就是 就是現在文法 就是 會比較通了一點點 所以說 就比較不會那麼累 然後後來也習慣了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